好 來 溫婉請繼續 剛剛這大哥說他們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吧 就其實我覺得當然就是 像這一類的網紅 就是為了要炒作 尤其其實現在近年 其實太多自媒 就是自媒的那個就是蓬勃 老實講有一些藝人 有地名都 他都沒辦法創造流量你知道嗎 更加強是這種 塑的不能再塑 那我先講的就是說 過年期間 你說夢幼是什麼人 其實我有關注一些網紅 可是他是我 那個miss掉那個 然後每天新聞 因為我們總要關注新聞 然後春節期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整點就來一次 整點就來一次 來到我都知道 他們來龍去賣是什麼 我本來是一點都不關心的 然後我要先講一下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的好朋友玉姐愛 他在國外他就有PO了一個 他的這個粉絲 就跟他講說 我不懂這個新聞 有什麼好討論的 然後這一看就知道很瞎很扯之類 然後所以玉姐愛 他PO了這篇文 最主要是來探討這個很奇怪 因為他現在在美國 是啊 美國可以看到新聞 哇哇 對 你們美國疫情那麼嚴重 你們只關心疫情 我們都關心這些事情 那我要講 然後我就講說 其實就我來說 我說他們其實目的 我就有留言 我說其實目的達到 因為連我不關心的人 我都注意到這個新聞 然後你知道玉姐愛怎麼回答我嗎 他說該不會 接下來哇哇哇要談那個吧 談網邀嗎 我還講不會啊 我還講不會啊 上面還有 我聽不懂這樣 我被打臉了 你知道嗎 沒有推薦的人都沒有討論 沒有討論 剛剛開運的商品 他賺了六萬多塊 他等於是把這個所謂的 我們常講的所謂的觸及率 轉成所謂的轉單 可是他到底到什麼程度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有必要搞到這樣嗎 其實這個也是我一個很大的 那個就是迷惑的地方 比方我們常看到一些網紅 他其實真的是標新立 說一些有的沒有的 可是他的 他的 我就去看他 好 好 我先追蹤 就是有人看 對 那我承認一件事情 我因為摸摸的事情 其實我沒有追蹤他 可是我因為這樣 其實他連帶的 有另外一個人紅了 是誰你知道嗎 翁來 對 翁來 你怎麼知道 我就叫翁來 因為是前男朋友 對 前男友 因為就是贊助他五十萬 去變性的這個前男友 你知道他說 他有記者 他一天 因為他都是在做拍賣 然後就是很晚才睡覺 可能凌晨才睡 他說他的電話 滾到他都沒辦法睡 然後滴滴逛 滴滴逛 結果他接起來 他說記者來了 他說記者要做什麼 他叫警察來攏你知道嗎 他講話很好笑 然後那個所謂的直播 直播最主要的目的 因為大家就是有去 有一點在 應該說討侃他說 小孩是誰的 因為他是前男友說 我已經昏首 我已經昏首一年了 意思就是不是我的 可是你看連帶的 你發現說這幾天 其實連同鳳梨 他也整個人氣上揚 我還去追蹤他的社群網站 因為我覺得很好笑 那你說目的是什麼 其實也沒有 有時候就是一種解壓 就是蹭蹭流量 我覺得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其實挺無聊 不過我這件事情 讓大家注意到幾件事 就是第一個就是 懷孕到底是怎麼樣 才能夠懷孕 然後讓大家有一些 婦產科的一些正式的 比較正確的觀念 有醫生來提告 提供我們正確的觀念是什麼 然後這個子宮外孕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然後再來其實 我們在講說這個 我們自媒體這些網紅們 他會不會踩到紅線這件事情 對 對 那這個踩紅線 其實最 最勸 最規勸他們 你們什麼話都可以講 就是醫療這些東西 其實是大紅線 冯婉 我可不可以請教你 網紅 像你 你什麼 你PO什麼東西 大家會流量最多 其實我光這張臉就夠啦 對 有自信 如果事實上是事實上 我們不然會叫你依舊 我倒是說 因為我比較文紮文打 我很不喜歡 划重取寵 或搞一些五四三的 然後或者是 讓人家覺得就是 就是標心立意的 我比較不會 那我比較寫 我比較寫 會寫一些比方說 勵志的文章 然後或者是一些 可能應該說觀點的觀點 這種東西 然後最主要是 因為我的粉專叫 Get in touch 因為我當初 其實取這個粉專的名字 最主要是 因為我不太喜歡直播 因為我們已經常常在上節目了 那Get in touch的 這個原因是在於 我希望你留言 我可以即時的 我就回覆你 所以其實我的那種 即時率已經超越 Get in touch就是說 追到你就可以碰觸嗎 沒有 就是我跟你 完全是對啦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隨時是On在上面 你是可以跟我直接接觸的 可是後來其實我覺得 我的粉專的那個 貝斯數不會很大 我大概才七萬多人而已 但是可能大家會覺得 很驚訝的地方是 我的按讚率 就我一篇文的按讚率 常都是有最高到六萬多 一篇文 然後或者平均就是兩萬多 一萬多等等 那你就說為什麼 我發現是說 它是一種互動的一個過程 因為我發現有很多的 我的粉絲留言給我是說 王冠姐 你是第一個 我留言這麼多公眾人物 第一個回我的人 很認真回我的人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說 他們有一個問題 我會跟他們像在聊天一樣 所以其實就是久而久而 就變成這樣子的一個默契 你不要那麼辛苦 你就說你懷孕 我跟你說 絕對他們幾十萬的 沒有啦 你知道嗎 愚人節 我扮 他有時候就是 有些藝人有時候會有一些迷思 因為比方說他就拿一杯咖啡 就說今天準備上班囉 就這樣子 就一萬多個讚了 有時候要寫老半天 想哏寫內容 可能還沒有PO一張 拿咖啡的美照來得多 所以他有一陣子很迷惘 說志偉你覺得我到底 只是要PO美照還是要寫文章 我看說你都要做啦 美照偶爾還是要PO 所以他有時候會PO 那個叫什麼 記品文 記品文就是PO一張美照 然後有帶長輩出來的那種 拿一杯 然後就說 我要止吐 這樣就PO 不得了啦 想像空間 沒有 我真的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一下就好了 比方說情人節 那大家是不是都在PO 比方說拿花啦 然後什麼 放閃 那我就放了一張這個有沒有 有海天一色的這個照片 這個其實在粉鳥靈 這一張照片 然後是不是感覺 還滿有意境的 可是你知道我寫什麼嗎 你知道我Gay拜 不是不要講Gay拜 就是我就是很會 微復心詞強說醜醬 我就講說 問世間情為何物 濃著濃著也就淡了 別總想天長地久 雙蒙寧世 四醇相接 食指緊扣 一起的那些分分秒秒才是真 聽說今天是情人節 就給自己一個蝴蝶抱抱拔 就這樣 那大家猜自己多少個讚 對啊 一萬五 就這樣 OK 可是你知道下面的留言 有六百個留言 就是說那個 還有那個分享也是很高 就是類似這樣 我請教一下王醫師 就是說有一種女生 她很可能真的是 一直沒辦法懷孕 會不會得到真正的妄想 會啊 其實有一些在門診的病人 尤其是懷孕很久 他們會來看門診 就是想要找到一些方法 對 然後她會覺得 她結婚很多年了 她怎麼都沒辦法懷孕 那包含這些當中 也有很多是我自己的朋友 對 他們就照你婦產科醫師 來詢問一下你的意見 那我曾經聽過一個個案 她是 她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我懷孕了 對啊 我說 她說你怎麼會有這樣覺得 你有驗尿嗎 她說我還沒有驗 但是我就覺得我懷孕 我說為什麼你會這樣覺得 她說我每天早上起來 就會有孕吐 刷牙齒會有孕吐 那我說這個不是說不可能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驗個尿 可是我覺得一定是 她就一直在強調這個 這個部分 我不僅會有孕吐 我還會有那種 那種懷孕的感覺 甚至我的乳房乳汁會分泌 這就特別了 對 就有可能特別是這樣 然後她就會有 她是真的有嗎 她是說真的有 對 然後我們就說 那你這個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是真的懷孕 第二個是我們講的 就是所謂的 秘乳激素過高 反而會抑制懷孕 秘乳激素過高血症 這樣是會不容易受孕的 因為你的大腦的荷爾蒙出了問題 使得你一直類似在哺乳 大概哺乳的女生 就不容易受孕 那我就說好 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驗個孕看看 那當然驗的結果是沒有的 那沒有她就很失望 那我就說你既然有乳汁分泌 這個是一個臨床上的一個現象 我們抽個血驗看看 秘乳激素有沒有高 果不其然驗起來就偏高 那我說你要先治療這個問題 你才能夠真的懷孕 對 這是這種有個案 那當然也有一些純粹 就是純粹想像的 就是她覺得她怎麼樣 那不論我說很簡單 這個答案不是很困難 你只要去驗個孕就知道 可是因為我覺得是壓力 那個壓力讓她會覺得她懷孕了 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因為能生產的人 不曉得不能生產的人的苦 對 沒錯 她真的是很想生 可是她沒有辦法說 會產生這樣的幻想 我覺得真的 她們也是真的同情